有一句話大家都知道說上涼不剩下涼歪 這個能源政策在蔡英文八年之內 方向走版 他就看得很清楚 民進黨一直不肯面對 這個尚未不到位的能源政策 造成台電的財務的吃緊 所有的這些電力基礎設施維修的不到位 漸漸的這些跳電的這種意外跳電的這種 線下越來越頻繁 我是一點都不意外 桃園是用電的大事 工業用電尤其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請台電務必加強在桃園這邊基礎設施檢修 二方面也請賴清德總統和新任的經濟部長 在能源政策開闊心胸 好好的去檢討過去8年這種錯誤的政策